大人们好啊 聊来聊去我们终于聊的这款耳机了 Intrame ER4XR 这个耳机呢 以前我做过一个预告 众所周知啊 我只要一做预告 这个耳机都是有的可聊的 在预告里我怎么说的 耳塞里的信仰 耳塞里的光啊 对于一些年轻的发烧友 或者是烧灵时间不长的朋友啊 可能认为哈 谁是信仰 索尼啊 谁是光啊 森海啊 对不对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老烧啊 岁数比较老的烧啊 那么都知道 小四是耳塞界的信仰 也就是说 当年呢 我们要是能拥有一个 Intrame的小四 到哪儿都在那个时候是QQ空间 一定要显摸一下 我有一个Intrame小四 甭管你是多牛逼的前端 只要一插上它 一上照片自在光环 那可能就有朋友会问 说这耳机是真这么牛逼吗 这么好听吗 其实不是 我在这我先给大家这个 说一结论啊 其实不是 它要论好听 喜欢的的人 就是它 以图事都是这样的 如果要不喜欢的的人 就是声音再优秀 那也是样子货 Intrame这个品牌啊 还真的是动铁耳机的一个鼻祖 且不说哪年啊 刘七十年代就有这个品牌了 它一直做什么 做助听器 在这里给大家普及啊 历史悠久的半个世纪 或五六十年的品牌啊 基本上都是从做助听器 或者从监听系统开始的 逐渐后来才往民用转 耳机呀 播放器呀 这一系列的东西 Intrame也是 当年呢 做助听器 然后坊间就传闻 就是当年中情局招标 监听塞的 很显然 Intrame就入标了 所以Intrame一直在行业内做什么 监听耳机 这个监听耳机可是真监听 不是咱们说这个字面上理解的 说是这个录音棚 监听录音乐 可不是可不是 它是间谍监听耳机 后来呢 随着Intrame这个业务发展啊 它的工作环境呢 更加光明磊落的啊 不限于说是这个监听电台什么的 用于什么呢 联合国的一个同声翻译 这个我有幸啊 当年还真亲眼见过 但是那时候对这耳机 基本上就不认识 印象特别深什么 当时叫做红蓝小四 一边红一边蓝 不是耳机枪体是红蓝 是它那个线柄是红蓝 后来随着逐渐玩发烧 知道哦 同声翻译 一想想也想的通行 你作为这个行业 监听电台用的耳机 和同声翻译 都有一个强大的背景 就是什么 一定要清晰 准确 不需要任何的音染 什么高频飘逸啊 低频轰隆 不需要 就是中频 清晰 稳定 那么OK 实际上就是 英特美 为什么说行业信仰 行业光啊 对吧 它跟消费 没有什么关系 它就是说 在耳机圈里边 它应该是一个标杆 这个标杆不一定是听音乐标杆 而它是一个对于人声的表达 对于现场真实度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标杆 好了 说了这个耳机这么多神话的地方啊 咱们现在聊聊啊 小四 ER4XR 我们当时玩的时候是ER4P ER4S ER4B 不同的组抗 然后你去接不同的播放器 当时是MD CD 然后MP3 叫苹果iPod 现在这个后缀XR 很好理解 是可以换线了 这个耳机我拿到手了啊 耳机包装挺简单 我直接就把耳机拿出来了 体积非常非常的小 我如果把耳帽摘了 会发现 这个耳机呢 压根就没有枪体 就是单元C的一个管理 它是一个单动铁单元 这又迎合了跟他们说的 它工作环境啊 实际上 严格的来说 这个耳机 不太应该属于HIFI耳机 它就是一个纯工作耳机 就跟我们提的音箱 什么35A啊 什么这一类的音箱 它就是纯播放广播 BBC播放人声的 但是随着发烧友呢 视野不断地扩展 把这些音箱和耳机 直接用在欣赏音乐当中了 诶 误打误撞 会发现 它在纯人声的表现 或者是相对旋律 比较简单的弦乐表现上 有自己读到的见解 耳机枪底 没什么可说的 就简单的一个管 没有任何的工业设计 里边有一枚单动铁单元 但是我们看 它这个耳机帽啊 小四传统的耳机帽 在当年我们 实际年前 二几年前玩事 就是这种降落伞 一层一层的这种套 像个粪堆似的 实际上它包装里边 还有相当高质量的 哥伦比亚套 海绵套 如果我们欣赏音乐 一定要使那个套 这个套 欣赏音乐 会出现什么声音 我给大家放一个 开头大家就知道了 怎么样 听得了吧 就这种声音 为什么 因为这种套 插不严 但是呢 这又是很好的还原 在当时 也就是几十年前 监听声音 是原始的套 就是这样 只不过这个 自回弹海绵套 是后来才有的 同时呢 跟他提到了 新一代的XR 是可以换线的 这个线是什么 MMCX插头的 这种线比较多 但是实话实说 这一类型的耳机 换线 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小四的声音 太夯实了 本身太有个性了 你就是给他换 钻石的线 他也不会出一个 非常让你觉得说 大响静庭的声音 就是普通的线 我估计啊 这就是银河市长 好了 我们刚才简单说了 说小四 相信大家感兴趣的 就是他这个 绅士 他这个来历 明白为什么说 他是信仰 他是光了吧 因得没小四 当年什么 舒尔 威士顿 英特美 优异 这是四大动铁之王啊 你随便有一个 都可以横着走那种 当然了 他还有一种 不能换线的 如果说 有朋友想列提 听一听这个耳机啊 欣赏一下耳机信仰 耳机之光的话 可以买那个 不换线的版本 耳机卖多少钱呢 应该是 1400500块钱左右 说实话啊 几乎没怎么涨钱 当年呢 标标八九百块钱 但是还买不着 好多就是 奸生啊 就直接往上加钱 加到123 你算的零几年 加到123 可不比现在145 还贵呢 对吧 那时候北京房价 才多少钱 几千公元一平米 他的频显范围是多少 20到16K 阻抗呢 是45欧 实际上 他的灵敏度 才98个DB 他的平昏呢 相对并不夸张 高频只能达到16K 98个DB啊 这个灵敏度 就在耳机里边 而且是这种 兼听式入耳 耳机里边 相当低了 这属于 所以说这条参数呢 和他的出处定位 是有一定原始关联的 OK 唠了这么多啊 咱们现在说点正事 说这个耳机 它的声音表现是什么 相信 现在听惯了 多单元动铁 或者圈这些组合的 这些朋友 甚至于说 平板小塞的这些朋友啊 会觉得这个声音很好奇 我觉得啊 大部分的人会感到 说这个声音呢 干净 纯粹 没有什么过度的阴染 你说这低频 都不说砸脚面 就是说 很浓厚 不是 中频很饱满 空间感特别好 也没有 高频 绚丽 甚至于说飘逸 肯定不是的 喜欢这副耳机呢 一般就是两种人 第一种人啊 就是喜欢声音 比较纯粹 比较直接 没有太多阴染 尤其是 整个声音的三频 一致性超好 整体性超强 另外一种人 这种人就威护其位 就是拿着干活 拿着做监听 甚至于说 同学们拿着去 听英语啊 有人说 明明可以考 六十多份的 你拿着听完了 又能考得九十多份 这当年我们一个梗啊 那时候互联网 不太发达 还是这个 什么 毛铺那个年代的 贴吧那个年代 做火的时候的事 我给出一建议啊 就通过我们视频啊 觉得这个耳机 比较有意思的朋友啊 到线下 十几天去听一听 低频 痛快 俐落 干脆 你去演唱会 现场也好 你去录音棚 听专辑也罢 你会发现 没有这么多低频 那些森海呀 AKG呀 索尼的低频 完全渲染出来的 一对比 你就知道 原来这是 音乐的本身 但是 不太 讨好耳朵 中频 我倒认为 它的中频呢 虽然不丰满 但是呢 突兀性很强 这个突兀性是什么 就是指的是 就800核资 到1000核资 之间 其实说白了 就是 它的老本儿 兼听 和同声翻译 就是人声 相对会更加突兴 这种突兴 纯物理突兴 没有任何的 这个后期的修饰 它的特点 还真的能够把 弦乐和人声 直接拉开 我以前说过 这个并不科学 真正你看国外 这些大的黑白品牌 人声和弦乐 死即比伏 不会就像咱们的 国内的一些国专案 或者国产的 把人声刻意推到前边 这样会讨好耳朵 它 也是这样 但是它的目的 不是为了讨好耳朵 是为了更清晰 让你去听电台 让你去做翻译 如果在高中低 三频里边 非要说一个 有亮点的地方 我个人认为 同样和中频 一样有亮点 是它的高频 虽然是一单元动铁 但是它的高频 解析力不错 定位比较清晰 至于声厂 这个东西 有人说它声厂膨大 我不信 我都没他妈听出了 它当年没有 那么好的耳放 我当年买的 咬着牙花 九千多块钱 从美国带回的 LISA 3 接上它 都没有那么大的声厂 所以我不明白 这些人说 有声厂大的人 是怎么说出来 那可能是因为 发自内心的 发自DNA 对它的一个热爱 这个允许的 就是你爱它 所以你提的吹牛逼 这是允许的 这副耳机 总体来说 声音极度真实 就是你想听 这个世界上 所有Size里 谁最真实 它是最真实的 那像这一类型的Size 您看我说了半天吧 因为它有一个 标杆级的光环加深 声音一比一的环约 多一点没有 少一点不行那种 至于优点 我认为它是世上 最完美的单栋铁单元 所以呢 整个高中低三频 一气呵成 你根本就听不到 三频的一个衔接 而且这副Size 非常有魔力 它的魔力是什么 你初听 可能很难以接受 说这种简单 且没有修饰的 这种声音 但是听时间长了以后 你听不到 任何声音的阶段性 所以你再去听一些 更加复杂的耳机 包括这个动圈 圈铁组合或者 多动铁耳机 你会觉得它们的声音 很复杂 很累 不如这个小四来得更直接 更细腻 我老说它真实 但是在真实的基础上 它有自己独特的音乐味 比如说低频的一个质感 还有就是中频的这个人声 比较清晰 比较直接 另外就是它优秀的高频 至少在市面上的单动铁单元耳机 或者是这种圈铁组合的 比较简单的 一加一的这种单元耳机里边 还真没有什么人说 高频能够轻轻松松打败它的 那当然了 它的缺点其实也挺多 首先第一个就是 佩戴舒适感极差 因为我说了 没有工业设计 这就直接捅到耳道里 而且捅得特别深 如果你要使那种散状的帽 就很不得捅得到人里 所以我推荐嘛 又想舒适性强一点 而且声音呢 释放的更加完美 还是使那个自回弹 很棉套 另外一个对于过度声音复杂 你像我经常说的 加勒比海盗啊 沙子比尔这种 大面积的音乐场面上 单单元动铁呢 还是有自己一定劣势的 但是就细腻度来说 就表现力来讲 这方面呢 依旧是它的优势 第三一点呢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啊 这副耳机这个组抗 相对高了那么一奶奶 但是呢 最要命的是 它的这个灵敏度 真的不高 98个DB啊 虽然使手机能推这副耳机 但是真的推不出质感 推不出效果来 我个人倒建议呢 使小背板 或者是真的有一定推力的 前端播放器 甚至于说小台机 这样一来呢 可以发挥这副耳机 最大的一个潜力 OK 行那下一步呢 我拿出去接播器材 让大家听听啊 我是对这个耳机 发自内心的喜欢 因为呢 这是我一个青春的回忆 你想想十几二十年了 对吧 当然了 这个品牌呢 很多年轻的朋友 也不知道 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 介绍一下它 行了 OK 就说这么多 咱们听音乐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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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心动 谁让你心痛 谁会让你偶尔想要用它在怀中 谁又在乎你的梦 谁说你的心思 她会懂谁为你感动 只是女人容易遗忘今生 总是未尽所愧 终于先越深 中文字幕志愿者